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 法兰西学院终身院士 在2017年刚刚过时的Jean D'Amazon 他的一本小书 书名叫做宛如希望之歌 这是由力学出版公司刚刚出版的中文翻译本 这本书为什么叫做宛如希望之歌 它是其次于我们在物理上面 对于这个宇宙的认识 宇宙也有历史 宇宙有它的开端 宇宙有它的结束 同时在探索宇宙的开端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了人类科学探索的最终极 这个终极不是牵涉到技术 不是牵涉到其他的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鲜艳 基本的限制 我们已经探测到了 宇宙在137亿年前 大爆炸那个瞬间 但是大爆炸之前 我们就绝对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探知 因而关于大爆炸之前 这个宇宙生成之前的所有的一切 既然宇宙的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 源自于这个宇宙的空间跟时间的所有的规律 也就不可能适用在另外的 那个我们无法知道的另外 那个另外叫做 在物理上面称之为叫 普朗克之枪以外 普朗克之枪以外 就不在我们探测的任何可能性范围之内 以这种方式开始 Random Song他要思考的是 我们活在这样一种宇宙的时间 宇宙的限制 宇宙的条件当中 我们慢慢的对于两样事情 变成了我们根本的限制 一个就是在宇宙之前的 Nothingness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所经历的死亡 过去这两样事情 它基本上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很大一部分 处理我们自己的死亡 能够安慰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 是因为我们相信 在离开了现在的这个世界之外 好像存在着其他的空间 让死者或者是灵魂 或者是意识 可以漂浮或可以存在 然而我们对于宇宙 认识越深越广 我们就越了解 在宇宙之外 只有虚无 只有一切都没有 那这样的话 也就意味着 人死了之后的那个意识 那个灵魂 先不要讲他存不存在 他不可能能够依托 在这个状况底下 人开始进入到了一种 没有希望的特别的境地 所以他为什么要写 宛如希望之歌 意味着 在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环境当中 我们还能够再寻找什么样的希望吗 当然从他的思考的背景上面 第一个 这种希望应该要经过一个哲学式的探究 另外他还是有个背景 是关于神的信仰 我们到今天 我们还有办法可以相信神 我们还可以从神的存在那里 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安慰吗 不是所有关于神的一切的可能性 都被科学给推翻了吗 宛如希望 因为我们在科学的笼罩底下 如果还能够重建 对于神的想象 或者是认识跟理解 就像之前为大家介绍 Karen Armstrong的书一样 他们都是要在这样一个感觉上 科学已经推翻了信仰 推翻了神的世界 世界跟时代 帮我们重新体会 或重新找出一种 离开了科学 我们跟超越之间 可以有什么连结的可能的方法 其中一种方式 出现在书的最后面 Juan D'Omason也就告诉我们 无论如何 在我们的生命的体会上 总是会有一种叫做 神奇一般的时刻 神奇一般的时刻 会让你不管你用科学 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否定 神的存在 你没有办法拒绝 在那样的状况底下 你会觉得这不像是人 应该会有的经验 所以他就建议我们 在每一个人 你的人生所碰触到的 总会有一些确凿存在 宛如光明乍现的事件 或者场合 你可以把它调列出来 每一个人都有这种 神奇般瞬间的表单 这个表单不完整 虽然即使是你这样 信手拈来 你也就了解说 在我们的一般世俗的经验里面 所谓神奇之光 其实那么多 或那么样的普遍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单 他的表单里面 开头是圣经的创世纪 传道书 含约翰福音 这圣经里面的文字 对他来说 就像是 不像是来自于人间的 另外他也帮我们列了 河马的史诗 伊利亚德跟奥德赛 包括雅典的魏城 包括了整座罗马城 包括了果歌里圣歌 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巴哈的音乐 也包括了现存在佛罗伦斯巴里伦敦 所由乌茨勒所画的三连画 这些了不起的艺术的作品 几乎所有的苏伯特的作品 再加上所有的莫扎特的作品 所有的波特莱尔的诗 另外繁星点点的种下夜晚 还有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在你没有防备的情况底下 突然冒出来一个孩子的笑脸 都会让你觉得仿佛有如神奇一般 这个时候 你只能够用不在场的神来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所以神在时间里面 在光里面 在天体的运行里 他也在风里面 在水里面 在盛开的花朵里 在终将变为蝴蝶的毛虫里 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假设神 其实董博颂并不是 像纯粹宗教里面 要我们去膜拜 崇拜一个神 他要讲的是 神在这样的一个世俗的环境里面 对我们有用 因为帮我们产生了 在两种的态度当中 让我们有所选择 一种态度是 如果没有神 所有的这一切 在大爆炸之后 都是源自于宇宙 时间跟空间的偶然跟必然 这两种定律 这两种必然跟偶然的互动 交涉当中 就产生了这个宇宙 包括产生了我们 以及我们的生活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一切它会这样出现 它也就会在偶然当中 彻底的消灭 这里面 这个我们的生命 跟我们经历的所有的这一切 没有意义 这些意义都已经包纳在 必然跟偶然当中 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个希望 为什么神可以给我们一个希望 是如果你相信有神存在 你就可以自己保留了 或许这里有意义的一个怀疑 你不需要抱持着 刚刚所说的 对于偶然跟必然的 这种单纯的信念 你可以让自己活在一个谜团里面 怀疑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有用的一道希望 在怀疑里面 我们才能够更明确的感受到 所以我们可以去探索 所以我们不需要就活在 这个确定里面 因此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些像神奇一般的时刻 为什么还叫做像神奇一般的时刻 因为感觉上它就是没有办法 用单纯的必然跟偶然 用物理用科学来予以解释 我们宁可还原它作为一个谜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有苏伯特的作品 为什么会有莫扎特的作品 为什么会有赫玛的史事 我们确确的 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明确存在的答案 我们把它还原成一个问题 在体会问题追索怀疑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生命更丰富 可以活得更有力量 所以他在书里面 也特别引用了一段 不知作者的一段话 这对他来说 应该也是一个神奇一般的经验 他说在十七世纪末 美洲的马里兰省 就是马里兰州 那个时候刚刚建立的巴尔德摩 这个小城里面 有一座教堂 曾经张贴过一张布告 这张布告远在十七世纪末 的一家一个小教堂里 而且没有任何的作者的名称 可是却辗转到了 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的巴农 一个小城里 一家二手书店 在那里他被展示 落到了东北宋的手里面 所以光是这样一张布告 竟然会掉到一个法国人的手里 在将近三百年之后 就已经非常非常神奇了 更有趣的是 他看到那个布告的内容 没有署名的文字里面 贴在教堂的门口 这当然是跟宗教 跟信仰有关的 但这个文字里面 一次都没有提到神 这文字说的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也可以值得听一下 说在喧嚣匆忙里 平静前行 你要谨记 在静默中有和平 别跟人梳理 尽可能和所有人友善相处 口气温和 但清楚地说出你的真话 要倾听别人 即使是傻子和愚昧无知的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故事要说 避免和好真 好斗的人往来 他们突然烦扰你的心灵 别和任何人比较 总会有人比你伟大 总也会有人比你渺小 为劳碌的成果唤心 也享受实践计划的过程 对于现行的道德准则 你不要盲目地照单全手 就做你自己 最难装的就是友情 但你也不要嘲讽爱情 因为尽管爱有时幻灭 但爱跟清朝一样 永远会生生不息 你要坦然地接受岁月的忠告 优雅地挥别你的青春 你要培养你的精神力量 用于抵御任何突如其来的厄运打击 但是请你也不要拥忍自扰 许多的恐惧 不过都是因为来自于疲惫跟孤独 维持友谊健康的规律生活之外 你也要对自己温和 你是世界的孩子 就和世上的每一株草 每一棵树 每一棵星星一样 你有权利在这里 不管你明不明白 世界毋庸置疑 以其应然的方式在运行 不管你做什么 怀抱什么样的梦想 在生活闹哄哄里面 你要保持内心的和平 尽管有种种背信弃义的事情 尽管经常美梦破碎 这个世界依然美丽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继续聊 天天在一起 天天天用心听 听见台北的声音 爱翻叫三点 一幸福永远属于你 台北的声音 台北的天空 充满着希望 每天陪伴你共度 美好时光 爱在九三点一 感谢你去收听杨造坦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九三点一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是 法国的法兰西学院终身院士 在2017年刚刚去世的 John Dommason 他的一本小书 《宛如希望之歌》 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 很有趣的悖论 意味着人活在这个 被科学解释得 越来越清楚的世界里面 我们要得到希望 相当重要的是 我们要回来去体会谜团 或者是保有怀疑 谜团怀疑 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或我们认为 我们可能知道不了的 像是普朗克之墙的 另外一面 在宇宙生发出现之前之外 到底是什么 那样的一种思考 或那样的体会 对于我们活着 去追求生命的意义 体会生命的意义 是有大帮助的 把所有的一切都看得清楚 都解释得清楚 有的时候 反而会让我们感觉到 干枯跟无聊 所以他说 一如我们每一个人的来历 所以在书里面 他说 一如我们每一个人的来历 空间是从无垠虚无当中 不明就里的诞生 空间刚开始的时候 非常非常小 是目的度很大 温度非常高的一个小点 这是大暴走的理论 我们已经耳熟能详 这个大暴走的故事 一颗像是一粒沙 或者是一粒尘埃一般的物质 它如何逐渐的膨胀 越来越大 科学告诉我们 在137亿年前 与大爆炸同时诞生 就是空间 这个空间一直在高速膨胀当中 到现在仍然在继续 它会持续吗 不一定 它也有可能会转向变成收缩 在它的膨胀到了极点之后 它的膨胀期之后会是收缩期 现今科学家倾向于 膨胀会持续下去 直到遥远的未来 它会变成一个 纯粹冰冷死期的 另外一种状态 而不会回到 宇宙太初的高温状态 永恒流动无所不在 跟空间一体的 跟空间同时被创造出来的 是时间 我们现在能够掌握空间是什么 空间就是跟我们 共在的一种秩序 规范了我们的范围 空间有三个维度 或许空间有更多的维度 只不过它缠绕 隐藏了起来 我们眼睛看不到 但是相对 时间是什么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知道 时间是一种连续性的秩序 规范了我们没有办法 到达的范围 整个宇宙跟我们的自身 都在时间的支配底下 物理学家主张 时间也许根本不存在 我们就这样承认吧 世界是有太简单 又太晦涩的空间 另外是太不容置疑 太复杂 又太不可思议的时间 所构成的 所以把时间跟空间 用这种方式 结合在一起 我们都活在 无尽的谜团里面 世界是一个谜 神也是一个谜 我们把神放在这里面 祂就可以帮助我们 去回到 让我们的世界 重新再进入到 这种位置当中 世界万有的谜团 是从虚无的谜团里面 长出来的 一个谜 长出另外一个谜 一直到今天 神对于我们 仍然是一个谜 而空间跟时间的谜团 越阔越大 越积越多 其实我们只是 太习惯于 这些谜的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 一一的如鼠加征 对它们 辽若指掌的程度 既让我们宽慰 但有的时候 又让我们精心 我们活在一个 得利于 因为有空间跟时间 所以就不断变动的 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 跟虚无永恒 最大的差别 它就是变 时间产生了历史 历史呢 有两大支柱 有两个执行者 或者是东毛颂 所说 两个互为资源的法则 那就是偶然跟必然 这个世界上 一切事情的运作 都是由偶然跟必然 来处理的 这就是古往今来 这个世界 如果真的是由 神所创造的 神并不是把这个世界 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交付给这个大天使长 Gabriel 或者是Miguel 或者是 把他交付 把他长成 一个卡巴拉的 这个生命之术 这个世界 真正维持 跟操控这个世界的 是不在 人类 知识理解范围的 非凡的架构 那就是 空间跟时间 而好像是为了辅助 空间深时间的运作 我们另外 有了数字 古往今来 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 全力捍卫 数学永恒性 数学最大的特色 在它的永恒不变 其余的万物 跟万物相比 数字 的的确确非常非常了不起 数字系统在 戏院前三千年左右 在美索布达米亚平原 被发展出来 人想出了数字符号 人用特定的方式 把它组织起来 然后呢 为这些符号命名 得出了定理跟公式 这些定理 后来就发现 跟世界运作的规则 恰好是同样的 数字就像 其他万物一样 它不是人发明的 人是无法 凭空想象出数字来 这个宇宙必然 就已经先存在的 数字所反映出来的 法则 数字所支配的东西 并不在虚空里面 虚空虚无的永恒状态 是没有区别性的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在空间跟时间当中 同时也就发现了 平凡 但非常神妙的这套系统 它能够组合在一起 却又维持各自 独立性的数字 独立性的符号 这就是数字 这个数字 空间 时间 数字 必然偶然 就这样被创造出来 被创造出来 就构成了 我们今天存在的 基本的条件 在普朗克之墙 这一边 也就是我们所处的宇宙的这一边 科学日经月异 尤其是数学物理的进展 我们已经能够全盘的掌握 宇宙诞生的那场大爆炸的细节 我们可以非常明白的解释 最关键的前面三秒 在物理上面 是怎么运作的 不过 不管科学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关于空间 关于时间 关于数字 我们能够追究的 都只不过是 what跟how 它是什么 它如何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 不可能解决 那就是why 它为什么发生 为什么 就不属于科学 为什么 属于我们的想象 也只能够 由我们的想象 来解释 来解答 所以在这里面 董博颂也特别跟我们讲 我们解答 为什么有世界 为什么不是虚无 而有了宇宙 那就有了各种不同的变化 包括在之前 我们一直都理所当然相信 在活着的人的这个世界之外 有一个死后的世界 不过这个死后的世界 在19世纪 得到了 受到了 巨大的打击 其中包括了 来自于达尔文的打击 达尔文 当然他是一个 演化学家 不过在这里 董博颂 最关键 他要指出的是 达尔文 把所有的物种 彼此之间的关系 把它联系起来 联系起来之后 他就取消了 人的独特性 当然不只是 人源自于猴子 这件事情 更重要的是 所有的生物 所有的物种 依循着 同样的规律 在变化当中 人是一种物种 所以人跟其他的生物 在物种性 这件事情上面 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样的概念 产生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意味着我们还能够 如何想象天堂 或者是我们如何 能够想象地狱 人死了之后的 这个世界 的的确确 我们突然想到 例如说 在但丁的神曲里面 他描述 人活着 活人以外的世界 地狱 炼狱 天堂 我们在 但丁的这个 神曲的旅程当中 遇到了好多 不一样的人 这些人死了之后 有人在地狱 有的在炼狱 有的上到了天堂 但是 我们没有遇到动物 或者是我们没有去追问 地狱里面有没有动物 什么样的动物 会到地狱里 地狱里面的动物 跟天堂里面的动物 不一样吗 尤其是物种 在我们之外的这个世界 应该要如何安排 自从达尔文之后 他就挑战我们这件事 这件事情是说 那如果人死了之后 要分成地狱 炼狱 天堂 蜥蜴呢 黄鹰呢 大猩猩呢 或者是黑猩猩 它们死后 也有永恒的生命吗 它们也会进入到天堂吗 它们也会到地狱里去吗 如果这些动物 我们并不相信 它们死后会有永恒的生命 作为同样是物种的一部分 一个物种 为什么人就会有 所以如果我们要想象 人可以上到天堂 会有永恒的生命 那我们也要想象 所有这些生命 所有这些生物 也都会有死后的世界 也都会有死后的灵魂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麻烦的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 当然就牵涉到 为什么会有世界 所以说 在多么宋的书里面 就提示我们 过去一路 其实为什么有这个世界 我们都没有真实确切的答案 我们提出了各式各样不同的答案 但关键的一件事情 这个问题 不会有终极的答案 或者是说 我们必须庆幸 我们必须摆脱 这个问题得到终极的答案 如果这个问题 得到了终极的答案 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自由意志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决定我们自己为什么而活着 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也就被取消了 人被取消了 追寻乃至于打造自己 活着的意义 那是一件多么悲哀 多么绝望的事 宛如希望之歌 书名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恢复这个希望 我们还是要探索 还是要肯定 为什么会有世界 为什么会有我们 这是一个谜 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探索 一直不断的寻找答案 这样活着 才叫做真正的活着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多么送的 宛如希望之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二 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